大家好,歡迎收看《PlayHK》和阿俊 繼續《Monster Hunter Rise》 上集我們完成了白龍夜行 就是一種防衛要塞的玩法 現在繼續遊戲 火牛說有些事情跟我們聊 好,接下來我們繼續進行三星的任務 每次進行任務之後白龍夜行的內容都會改變 接下來就多了一個白龍夜行的玩法 BOSS就是青紅獸 跟剛才一樣都有兩波的魔物群 另外有些次要任務可以做 這個遲些再玩 還有好像有些NPC想跟我聊天 這邊先 有一種新的強化技術 叫做白龍強化 就是用剛才我們拿到的票券 白龍強化武器 現在我在用的是這把散之太刀一 看看怎樣 有一個槽位就可以強化攻擊力 又或者強化這個火屬性 如果想火異常強化的話 就需要有擊退白龍之正二和三才行 就這樣看當然就是強化這個屬性更好 所以就強化它 所以就強化了 唐果店的小物都可以找我們 有東西送給我 叫吉祥如2 其實是服裝 看看換了是怎樣 現在就是神火裝 換了吉祥如2 原來是多寸這樣的東西 那繼續任務 我們可以選擇打一套沙龍 又或者可以看 我想先打一套沙龍 其實毒狗龍我真的很討厭它 所以不打它 看看有沒有指示 是一個採菇名人委託 它就很噁心 衣服、鞋子、嘴子全部都是泥 在它想橫跨這片沼澤的時候 裡面突然有一隻土砂龍 令它採的香菇都黏了泥 因為菇是很怕水 所以那堆菇應該就不要 所以就叫我們去收拾這隻土砂龍 有料三昂 有料三昂 是較暫滅 嘻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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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見一隻吐沙龍 先刺一下尾 先刺一下尾 不要亂動,我想斷尾 拔刀索 去了那邊 滾開,我不想碰到他的泥漿 玩完了 剛剛尾到頭 滾開,正在揮刀被撞過來,真的不值 吃完了嗎 暈倒了 暈倒了 爽斬尾 快點 拔尾 練不到,接拔刀 他很生氣 好 好 你想走路嗎 不是 他想把泥漿上身 怎麼搞的?這樣也被他的腳尖被勾到 拔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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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之雷先 好過我把他在他面前拔尾 到時候還沒見過他這種心態 又想貼泥漿下來 幸好剛才彈到很大 他應該生氣完 生氣完就 沒那麼大威脅 拔刀 向前 還沒倒 還沒倒 你走? 豆豆過來 準備看電影 兩紅相遇 看看可以騎哪一隻 站起來 站起來 Storm 滾 接著再迫殺技 大破砂劃,來拔多數 撿東西撿東西 不要叫,我知道你生氣 他走了 剛剛那一刻開心死 好了,他真的生氣 還有掉落物 這次小心點,不要再撞車 幸好又是這些三個力走出來 一被那塊力困住不能走 其實可不可以引他撞這個東西 如果他撞過來就會暈倒他 不行不行,這個位置很危險 被他弄爛了 你撞一把,你撞到那隻豆豆 斷你了 是 我剛才太快起來了,危險 先走開 握不起泥土和你打,過來 撞不妨礙 沒試過撞這個東西 掉了 走 走 我不跟你打 等你生氣,累了 終於都累了 你剛才這麼累的當然累了 活該,現在任我撞吧 走了 葛尾 葛尾再追 新地區不懂路 兜了一輪終於被我找到他 怎樣,你等得久不久 哎呀 但是這裡打不上數 我會被龍仔追著 算了,繼續打 啊 我在你前面,你逼我不到 噢 喂喂喂,不要生氣,讓我走開 瘋子 找泥漿,我們回家再慢慢玩 打完土沙龍,我們打完這隻海綿體 韋托人是沙漠的大發明家 他就說水獸皮有很出色的補水能力 他就打算把水獸皮注滿水分 之後固定在地面上 就連沙漠都可以種植物 哇,真是天才 這麼嚴重你又怎麼運 整路來說應該學回沙迪阿拉伯的地方 用滴水的方法去種才有用 好,我們出發 無用途 用途 用途 亂用途 水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印象中海綿體是一些很容易打的生物,來到Morning Horizon 不知道是不是都這麼容易 已經看到它 還沒看到我 打回船斬 你去哪裡 你去哪裡 它剛剛想捲我 太多鼻子 貪心 我看到你的尾,剛剛看著你去尾尾 剛剛看著你去尾尾 他吞 很厲害 很生氣 我斬下來你又跳走 幸好打停了他 來個拔刀 沒看到 很高 哈哈 走了 剛剛想捲下去 打開它 你是不是在追著打打 去了那邊 我還沒 我堆完你的尾,我再堆在你的頭上海綿看 你也要拿我的頭給我 你不要海綿了嗎 衝過去 搞定 連頭的海綿都有點辣 看來已經很生氣,被我堆破了尾 他是不是想過來 你抓不到我 吃一瓶藥 不是,那邊有東西,浪費了一點就算 還有先收拾 這隻藥的液體其實是用來製造強走藥 他走了 等久不久,阿怪來找你 刀 再打護船斬 你還沒生氣怎麼會這麼快斬到我 不如走 鐵絲重機 乖 雞仔 真是 哎呀,不夠氣 走 走 哎呀 哎呀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嘩,嘩 嘩 嘩 走 如果被他打死,其實都沒有面子 這隻藥這麼差 走 我想衝過去,算了 反擊 走啊 我也知道他想撲下來,那個位置沒得走 吃一瓶回復藥吧 我回來了 嘩 我知道你真的很生氣 是布鑊的時候? 這麼快 過來吧 我給你撞 你也知道海綿體很好用 我們要滋潤沙漠 所以很殘忍地移一割圓 回去養著它 然後好生氣出來之後再割 回來了,刀文說有東西想找我 天狗獸 今集新增的魔物 怨虎龍因為會吃其他魔物的關係 所以我們怎樣打都不會削弱他的力量 為了要將他和魔物隔開,我們就需要天狗獸的素材 好,今集我們先玩到這裡 即是說三星的緊急任務就是打天狗獸 我們下集再挑戰他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集再見 謝謝 拜拜 大家記得按讚和按讚和分享給朋友 的電視訊 有名字